第四章 奉侍师长 佛说父母有养育之恩 师长有教诲之恩 若能供养恭敬 不仅是报答其恩 也会自然获福 使名报恩福田 校养父母奉侍师长 为世俗本来存在的 孝涕忠信等善法 同时又是念佛往生 极乐净土者所修之敬业 海贤和尚的师父传介公 曾在铜柏山 依指直姓禅师真空上人 后来直姓禅师 移居北京的弥勒院 清朝末年 弥勒院为广祭祀 在京城的几个下院之一 传介公为报老师的法辱之恩 追随直姓禅师 至北京弥勒院 侍奉左右 并任堂主之职 海贤和尚曾告诉弟子印制法师 他的师父在北京广祭祀修行 十二年没有出过禅堂 解放后禅堂停箱 传介公才回到铜柏山 结毛开花 帅徒辛勤耕作 并培植药材 亲事医务 中国自隋堂以来 到清朝中叶 佛法鼎盛 每一宗里都有高僧大德出现 明心见性的人真有 海贤和尚 明心见性了 他的师父传介和尚 也是个明心见性的人 他能看出这个徒弟是法器 这是他的功夫 从哪里看出来的 从他的禀父 也就是我们讲的天性 传介和尚知道这个人 虽然没有念过书 是个非常穷苦的孩子 但是他本性很好 真诚 老实 听话 真干 凡是这样的人 都会有成就 只要道路只是正确了 他真能成功 海贤和尚的师父能关机 他应机施教 对什么人教什么法 如果这个人有觉悟 知道这个世界苦 希望离苦 也听说极乐世界乐 愿求往生 这是上根人 上根人就劝他念佛入门 中根人指观入门 下根人理颤入门 海贤和尚的师父 就教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主父他一直念下去 海贤和尚真的就欢喜接受 他没有被师盼道 守住老师的教诲 就一句阿弥陀佛 从早到晚 一句接着一句 不中断 一生没有改变 明星见性之后 什么都知道 但是不说 如果有人问他 他笑而不答 不承认 也不否认 文化大革命期间 红卫兵毁掉了船舰河上的木塔 可是却发现木屑空空 没有找到骨灰 船舰河上有仙剑之名 把骨灰藏在了塔下 所以没有被发现 后来海贤和尚在墓穴下面的一块 青石板下 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他受尽磨难 才令师父的骨灰得以保存下来 直到1991年 海贤和尚才亲率弟子们 在铜柏山桃花洞旁建塔 并将师父的骨灰重新安葬 每年祭祀时节 海贤和尚必去祭拜师父的木塔 海贤和尚的师公 传界法师的师父直姓禅师 真空上人 在清末民初 堪称是禅门朔德 道德清高 万年应北方朱弟子齐寝 移居北京弥勒院 海内禅客文明而至者 如云飞雾涌 弥勒院不日集成丛林大寺院 与南方的高敏寺和金山寺遥相呼应 当时禅客皆知 南有高敏金山 北有弥勒禅院 1952年 真空上人入定十四天后 端坐而寄 世寿八十 涂皮后 得红白舍利一百二十余颗 1954年 真空上人的弟子们步行到北京 迎请并护送真空上人的领骨 回铜柏山塔院寺安葬 曾与海贤和尚一起 在铜柏山节庐共修的海墨法师 海员法师 还有海贤和尚本人 都加入了这次护送的行列 海贤和尚 不但于师父 师公 充分落实 尊师重道之德行 还在艰辛的岁月 独立奉养过五位年迈的长老 1948年初 一伙地痞冒充军队 到云台寺 普化寺和保安寺等处抢劫 并且逼迫僧尼离开死院 年轻的僧人纷纷散去 只有五位年老体弱的僧人 无力下山 海贤和尚 便把他们都接到塔院寺照顾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 寺院没有香火供养 几乎是海贤和尚一个人 终日辛勤劳作 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在这期间 老和尚还要照顾年老的母亲 他白天种地挖草药 晚上拜佛 常常会拜得头昏眼花的 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 辛劳着 佛说 佛说要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其中孝是以父母为代表 敬是以老师为代表 要孝敬师长 尊重其所传之道 所谓的尊师重道 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 我们的慧命 智慧得自于老师 一个人一生 要想有所建树 这两个恩人不能忘记 孝亲尊师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 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本 我们用植物做比喻 本就是主干 是从根生出来的 主干上有枝干 从枝干再分枝条 再有枝叶花果 这些都是从一个根本发生的 圣贤教育大成佛法 其根基都是孝亲尊师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大成佛法是同一个根本 海贤老和尚 每年的清明节和十月初一 必要回老家 上坟祭祖 祭拜老师 这一个是孝亲 一个是尊师 孝敬这两个字 海贤和尚 为世人做了榜样 哦 玻璍